捷克議長抵台同時 總統出席生意產業感恩參會 拼外交也要兼顧內政 也是替明年大選繼續除職 而現身同場合的 還有藍營大佬王金平 談到最近民調 媚況愈下的侯友宜 到底該怎麼拉抬情勢 這個我自己外行啦 我看不懂啦 反正我們主席呢 他會做最睿智的選擇 直求來先閃過讓當家的來 不過現在藍營態勢 徵招人選 侯友宜幾乎是呼之欲出 難道說郭董已經出局了嗎 這要看我們黨中央怎麼處理 還是朱主席的權力 也是他要去做最好的一個決定 絕口不提如何定夺 但關鍵決定人選時刻 郭王兩人卻自從上個月之後 彼此就沒再見面 留下玄機 最近有跟郭董來見面嗎 會不會想說要怎麼來按來他一下 沒有 最近都沒有見面 國台民不只回歸國民黨的事 看似喊咖暫停 就連黨內用鍋的聲音力道 也轉曲下滑衰退 國民黨這盤旗下得夠久 但能不能打出最好的局 恐怕連自家人都還看不清 TVBS新聞 吳俊瑋專科 SNG小組 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